大家好 这里是寻经问道 我是张寻 我在美国芝加哥 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五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好 我是雨林 我在新加坡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在那个新开的频道 还有就是自由美丽间 因为我们还在那个被罚的 被油管惩罚的这一个星期之内 因为我们是谈到了2020年的大选的舞弊 我们以后可能也要像在微信那里 玩一下必谈关键词 可能我们就说5B 那就代表舞弊 这个微信我们已经被训练的玩得很溜了 想不到在油管也要这样玩 那么所以 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小夏 就把自由美丽间借出来 让我们做直播 还有就是我们也在刚刚开的《寻经问道》的备用频道来做这个直播 还有就是欢迎大家记得要去订阅Rumbo的频道 我们也让Rumbo活起来 好 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刚刚就是Charlie Kirk 有一个推特 Charlie Kirk我真的很欣赏他 他很sharp 他看到的东西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sharp 他说自从1967年到2023年 这55年以来 把明年2023也算进去 美国首次出现被选举的官员中 就不再有切尼 克林顿 麦凯恩 布什家族成员的情况 这些家族呢 他们是建制派的代表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对美国 其实是造成巨大巨大的伤害 而且不分左右 他们就是互相的各种权力的勾结 各种的抱团来打压美国第一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政客和民众 老实说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像布什这种在我心目中都还算是好人吧 虽然知道他们可能不完全是完美 但是总是把他们放在是爱美国 保护美国和代表正义的这一方 但是现在很多东西都浮出水面了 所以查理克克这里真的说的很对 所以这些家族呢 他们不再出现在政坛上 第一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现在似乎真的是发生了 而且呢肯定是一件好事 对对对对 这个肯定是件好事 另外呢就是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说的几个家族啊 他们是怎么被踢的啊 你看首先8月16号 咱们倒着说 Wyelming的选民 踢走了这个利兹切尼 对吧 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 对啊对啊对吧 尤其我最高兴是听到你在节目里面说 切尼疯了 吓死我了 对对 不是他输了 是他疯了 对 我再跟你说还让你笑的啊 踢走切尼 你现在看来这个舆论上看呢 是属于伤害性很大 侮辱性极强 太好了 对对啊 你看这是一个对吧 切尼家族他就没有了 基本上政治生涯 很被指望啊 那么8月2号当晚回到亚利桑纳州 这个Carrie Lake Carrie Lake他在亚利桑纳所有的县都取胜 击败了建制派的Carrie Robertson 那么这个 Robertson代表的就是谁呢 就是他们的那个Ducey Dug Ducey他的州长 就是建制派 整个建制派亚利桑纳州 他是谁的老家呀 是那个McKane 对不对 他是他的地盘 所以说呢 你看川辈Carrie Lake击败了Robson 然后接下来呢 他的总检察长 那个就是也是川辈啊 就那个Hamaday Abe Hamaday 他成功的也是出现啊 然后接下来州务卿 对吧 那个Finchin 就Mark Finchin 他也出现 所以整个这套行政 Executive Branch啊 这个行政这个分支 他整个的一个分支 可以说 美国第一 支持川普的候选人 全面掌权 从上到下 那么麦凯恩家族 基本就被彻底清洗了 然后呢 那你说布什家族 基本上是2016年的时候 可以说川普 当时在初选中 首任那个Jab Bush 对吧 Low Energy Low Energy Jabs 对直接就是一个Low Energy 就把他真的打成没Energy了 所以呢 彻底就没了 不止后来一直没得到翻身 那就只能在私下捣鬼返川 比如说 他现在最活跃的那个人 是谁 我跟你们讲 就是他原来的那个 办公厅主任叫Karl Roth 这个人是可以说 他是他最活跃的 现在目前就 就是得机会 他就支持一下建制派 那得机会他就返川 现在利兹切尼 他有好多钱 从德克萨斯州拿到了 哪拿到的 一个是老布什 布什家族的钱 另外一个就Karl Roth 给他给他挤的钱 在那边老的建制派中间 所以呢 这个人很坏 但是呢 布什家族基本上已经没信了 他只能私下捣鬼了 那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几大家族呢 他们一向以来直接 或者间接的去左右美国政治 那这样的时代 可不可以说已经结束了 画上句号了 因为我看连左派的这些媒体 他们都不得不承认 共和党已经发生了一个 根本性的转变 已经成为可以说是川普党了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完全正确 这个现在目前整个共和党 可以说现在左派 左派也不是完全不说实话 有人在讲点实话 比如说他说共和党成为川普党了 这句话真的是实话 但是他们是带着怨气说出来的 可是我们听了就觉得 这不是好事吗 这是好事 对吧 比如说那个CNN 他每隔十年会说一句实话 这点是我们必须肯定 不能完全否定 不能彻底否定 他们也做点好事啊 他们最近把那个 Brian Stelter给炒掉了吗 对对对 现在目前那个Fox News那几个比较老幼的人 是非常积极的给他offer工作 来过来到我这工作 来给我当拳击 拳击沙袋 让我们这儿来胖出来 挺好的 那这个但是你知道 现在这几个家族出去实际代表美国的一个政治 一个政治理念 所控制的时代的结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他思想上的认知 要远比他续体的行动要重要的多 对不对 那么 所以说不仅仅是家族对政治的左右结束了 那么美国保守派 他的思想也从他们家族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 这几个都是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新保守主义 从那边的回归到传统保守主义了 你看我还记得 因为我是2000年到美国 2001年就我这眼见着看911的飞机撞那个电视上 25寸彩电 就是撞那个什么撞楼 当时我是当时在一个小公司工作 我进去的时候正飞机正在网上飞呢 结果这些人所有人都在办公室里在看 就在前面那个办公室那个会议室 当时都已经是大家都极为震惊 那几天下来以后 布什的支持率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七百分之九十多 我忘记了 那那个时候 那你想想哪有总统支持率达到那么高的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就是反正我是不记得有任何一个总统比他高 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这个进攻攻打阿富汗 攻打阿富汗也是全世界可以说同仇敌害 所有西方包括最凡经常反美的跳出来 跟美国找遍的法国 那么也全力派这个就是等于打造一个联合国军嘛 进攻阿富汗去拿到去阿本拉登打那个塔利班 窝藏了本拉登的这个塔利班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2001 20就是2002年 我忘记阿富汗是什么时候开始 但是到了2003年的3月份开始 就开始攻打伊拉克了 但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呢 所有保守派 特别我在南方看那些基督徒们也是非常支持的 非常支持这个他们攻打 小布什他们攻打 那可以说什么呢 当时整个全国弥漫的一片爱 我当然打引号了 爱国主义气氛 那个爱国主义气氛 我给你找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当时我坐飞机 有一个美国一老太太 那坐在边上就聊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是左派 我当然那个时候一般的多数右派都支持小布什 那我是左派 我给他反对小布什 那我呢就跟他聊起来 聊起来这老太太说什么呢 他说你知道吗 我前两天在家里表达 就是我觉得我不同意入侵伊拉克 结果我们家人跟我说 哎你要小心啊 不能随便说话呀 他说 I feel that's not right 这是美国哎 This is America 如果说我连想说什么都不敢说的话 这还是美国吗 哎这句话今天又可以用了啊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呢你知道当时 当然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打压言论自由 只是说呢 大家有一种这种氛围 这种有一种非常 你要是反对入侵伊拉克 就有一种很压抑的氛围 这是真实情况 嗯嗯 在这个事情 所以说美国当时保守派极其风光啊 极其风光 那个时候简直那个闹到自由派 Liberal都抬不起头来 然后呢 但到了啊 04年还是06年 就是这个WMD 这个大规模杀众性武器的那个谎言 呃 那个败露啊 就是这个 找来找去找不到 就是这个著名的一个照片 对吧 那个鲍威尔 他是那个在联合国作证 拿这个那个小管东西 说是什么那个什么 他的什么核实验 什么这大的啊 就是明显撒谎 后来鲍威尔从此以后 他退出小布什的内阁嘛 而且从此成为一个自由派 一个左派 他本来原来也是温和派的 跟麦克林差不多 啊 所以呢 这个小布什 这个当时 到最后到了那一刻 大家认识到这个伊拉克战争 是谎言发动的 那这个时候 整个美国 整个世界都不干了 诶 我张询我不明白 那为什么他们不惜撒谎 都要去攻打伊拉克呢 这个吧 你知道 我们一直在批左派 我们说左派 他有意志形态的 为了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事情 是解放全人类 对吧 他为了这种解放全人类 我杀人放我都行 因为他败这个偶像 对吧 那这个败这个偶像的情况下呢 我就 我自己做什么事情 都被justify 哪怕我杀人放火 平时认为是非常恶的事情 这也可以被理解成正义的 其实不仅是左派 右派也是一样 当你这边 觉得你自己做的事情 攻打伊拉克对的 为什么是对的 你新保守主义 我们要谈有关 他要推广民主 即使我撒广 我错了 但是 很多后来 他又会这么说 我把萨当姆拿掉了 把专制者赶掉了 实际上民主的自由选举 难道不好吗 那你就大大方方的说 我们要去推民主 你何必要杀一个谎 说有大规模攻击武器呢 你这么正义 这么厉害 你就说 咱们去那边推民主 把他们改 改朝换代 那不就好了吗 可是问题是 还因为这些保守派 对他们支持者呢 还是有保守主义的成色嘛 他们还在保守主义 还是有压仓 算是个压仓石嘛 你如果说直接赤裸裸的 就是说我 我大批的动用美国的钱财 人力财力物力和军备 甚至不惜牺牲 自己的子弟兵 去为了给伊拉克换民主 那没人会支持 肯定没人支持 所以说呢 结果这谎言败露了以后呢 可以说保守派变得无地自容 特别是基督徒也变得无地自容 结果怎么样 结果再来看 图像 东方红 太阳升 美国出了高巴 看见了吧 对 那这个 其实他主要是 因为大家你知道 06年普遍开始 就是反对用心伊拉克了 那么接下来呢 酝酿又酝酿了两年 那两年 简直就是说 保守派 简直就是跟过街老鼠一样 美国整个情绪就开始左转 所以说呢 08年 奥巴马呢 就上台了 而他上台以后 你看着美国慢慢左转 把往上台 呜呜呜呜 使劲地推 让美国就跟风车一样 转得非常快了 完全 结果他打造了一大批年轻人 年轻人都新鲜共产主义 奥巴马就是他们左派的一个成功的代表 要代表黑人 要鼓舞人心 但恰恰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又都是共产主义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他的影响下 一堆人就立志 要改造美国 change 奥巴马的口号 他的口号是change 你看这个图上有不同的语言 有这个 就是当时他们代表 他们当时的共产主义口号 毛泽东是什么 大跃进 看见了吗 毛泽东大跃进 然后呢 奥巴马是change 对 他改变美国呢 他也是安插了大批的美国共产党 当然是以左派和民主党的名义 占据了政府各个部门 占据了法院各个部门 占据了军队上上下下 占据了学校各个职位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权力基本逐步逐步安排 奥巴马的危害 简直是不知道对美国大多少啊 那另一方面呢 保守派呢 你安就安吧 我已经失去斗志了 那最后 有些政客怎么呢 我干脆 我既然没有什么目标了 我就捞钱吧 所以呢 他就与这个左派民主党 那段时间保守派提不出任何东西 新保守主义走向死路了 他还我还往哪走啊 里根当时攒下的这种 这种保守主义的这种豪气万丈 金里奇90年代的什么 共和党革命 Republic Revolution 这个什么跟美国人们立约 所有这些东西 硕果全都扫一看二看 整个可以说 麦凯恩和奥巴马竞选 败的一塌糊涂 对不对 然后那个 接下来2012年 罗姆尼 我1808年的时候呢 我当时还不是公民 我说我要投 我肯定投奥巴马 到了12年 我是我投罗姆尼了 但是呢 也没有用 而且罗姆尼人 说句实话也是 不怎么样 对吧 那么 但是呢 就是你会看到 那段时间是 共和党 真的是极端消沉的 对报纸 你看看 你Republican革命 共和党革命 金里奇 改变了民主党 40年占据国会的 这样的一个 占据多数的 这么一个状况 结果呢 不到12年 就被夺回去了 这个弄得很没脸 就这个新邦是 所以最后呢 大家就人心思变了 已经下边 最后慢慢慢慢 就这些年 这些保守派 虽然说他自己失忆 但保守派也在思考 思考的结果就是说 布什 切尼 Romsfield 这些人害了我们 哦 所以呢 你看 而且这段时间 大批中间派 就开始转向共和党了 还有一些什么呢 原来是反战的 原来反战都以为民主党 想当然的 工会的都有民主党 那就是 那个 变成共和党了 我跟你讲 咱们最典型的我们亲爱的小夏 小夏他可以反战 对不对 他典型的反战 第二当时 他在整个工会管理组织工作 他两个都这样 最后呢 他就从那个时候 他慢慢地转向 奥巴马的时候 他转向共和党 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呢 大家都开始接纳川普 寄希望于川普 因为川普是招作例外的嘛 所以呢 川普也是奋不顾身 但是他结果呢 就是2016年七几万当选 2020年 我没有说了 这个 这个得罪了建策 对啊 就5B 所以呢 这就是个历史 我现在可以理解 终于 你这样子 整个脉络这样梳理下来 我终于可以理解 为什么现在的保守派 要么是那么逊 要么就那么坏 其实很多东西 它这个 它都不是一夜之间造成的 都有很多很多的背景 对 所以你说呀 如果你仅仅是办了个坏事 办了个错误 犯了个错误 改了就行了 你仅仅几个家族 占据了这个位置 它影响 这几个家族 把它拿掉就行了 最让人受打击的是 你的理念 你发现错误 而且它找不到自我定位了 也没有了理念 没有了方向 没有了自我定位 那就没有了存在感 对 所以呢 可以说2008年 2004年以后吧 奥巴马导致奥巴马上台 后来保守派消沉 表面看是伊拉克战争撒谎 造成的这个 整个的不利局面 实质上是什么呢 是保守派从90年代 一直到21世纪初 可不可以说到2008年 比如说 就这一段时间之内 将近20年 它思想了异化 这个异化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冷战胜利来的 所以它异化的结果就叫什么 就叫新保守主义 它是新保守主义的恶果 所以它其实是保守主义的异化 而结出来的一个恶果 但是当人家责怪和质疑的时候 却是质疑那个原装正版的保守主义 所以这个就很可悲 就像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冷战胜利以后 带来的一种傲慢 当时的美国真的是傲视全球 而且全球也景仰美国 都是仰视美国的 所以它就带来了这个内心的骄傲 那里根时代也创造了美国更大的一个繁荣鼎盛 那么所以后里根时代那么也是非常的 哇真的是很骄傲 那么第一次的海湾战争也是得到的 都是正面的都是一片叫好 那所以当时保守派怎么说都还是人嘛 那么就躊躇满志 而且越来越觉得 哇我们的民主那是多么的了不起 所以呢就要就觉得自己像救世主一样 哇我要去全世界推广民主 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介绍给别人 那而且他们还认为自己可能已经找到了 人类社会的一个终极的体制 可以解决一切人类这个国家的问题 关于国家治理的问题 那就是自由民主 哇而且这种说法到现在还是很熟悉 现在还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想法是不改变的 可是看看它其实是一种新保守主义 生产出来的一个东西啊 你看很有意思在那儿了 现在这个里面被左派接手接过去吧 但是当时我们回国当时啊 这个我们慢慢来讲 就是左派就是刚才你说 新保守主义本身它不是真正的右派保守主义 它就是左派 而且它是由骄傲产生出来的一个果子 对这个不是个好果子 但是你知道它说真的是说找到人类社会 他们真的认为找到人类社会的终极体制 但是它这个东西不能随便说的 这个要有思想家给它来摇旗呐喊 给它铺路证明的 这个人就是福山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你也是有介绍过 那今天我们就真的是给它 再给它这边来扒拉皮了 福山呢 它本身 它尽管后来伊拉克战争 后来发现那个就是造假以后 撒谎以后 福山呢 它出来表态 它说它反对伊拉克战争 它如果是用这么用武力来强推 也不是它的本意 也是错的 它也说 但是其实为什么这些布什切尼这帮人 他能他愿意用武力去强推民主 就是他的观点为基础的 可以说 他的观点就是他有一个那个代表作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对吧 就是他的那本书 叫什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 这本书你知道 当时以为你们在新加坡的时候 肯定也都知道是吧 非常的有名 我当时是刚到美国 2000年到美国以后呢 我就很快我就买了这本书 我是英文原文给他读完的 但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是刚到美国 而且我是左派 所以呢 我对他很多 现在对他的观点的结论 都是后来通过反思 改变了我思想以后 幸亏我只喜欢看金庸 对 但他我先说一下他的观点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你现在想想真的是左派东西 他首先他是一个叫做 叫做什么 Historical Progressiveness 就是这个历史进步主义 就他跟马克思一样啊 就是人类历史啊 原始社会啊 什么马克思原始社会 到奴隶社会 到封建社会 到资源主义社会 到公共产主义社会 对吧 他是这么的 那他认为呢 历史也是不断进化的 进化到最后 他是一种什么形式 他管他叫的 刚才你说有个词 叫自由民主 他叫什么 他叫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 他认为是一种制度 这个自由民主制度 他怎么讲呢 他是这么说的 自由民主制度 他里面有什么 有法治 有代义制民主 不是直接是代义制民主 他说了 而且什么市场经济 这个Market Economy 完了那后来 他又加了一个什么 就是国家政治 国家治理 他认为 这个自由民主体制 就是所有的国家 政治的一个趋势 是放之四海而接着的 所有的国家 最终的终点 都是这个自由民主体制 这是他的观点 那当我在看金庸 武林秘籍的时候 你们也在看 政治上面的武林秘籍 所以你们就认为 这一本就是武林秘籍 谁练了这个功 谁就是可以 可以独孤求败了 可以最最厉害了 成为江湖第一 哎呀 其实老实说 这个一个physical的政治体制 他怎么可能放之 放出四海皆准呢 你知道用那个武器 用兵器的话 有些人适合用箭 有些人用刀 有些人要用飞镖 有些人要小的这一包 那都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可能一套 一个武器就放出四海皆准呢 老实说 唯一放出四海皆准的 那就是从天而来的 神的启示 神的真理 它才有可能是 放出四海皆准的 你任何落实的 具体的方法 都不可能放出四海皆准 所以哎呀 我觉得福山 他真的是跟金庸 可能连金庸都还比不上 金庸你都还要 练不同的武功 他就那么一套正体 就以为可以放出四海皆准 而你们竟然还全部都相信 真的是 所以还是多看金庸比较好 OK 说回来 说回来 所以呢 福山的这种理论 他的这个武林秘籍 那么就得到了小部署 切尼 还有Rumsfeld 博尔顿 这些这些人 哇他们的支持 他们的青睐 那么所以这个新保守主义 他们就觉得要用武力来强推民主 那时候听到说鹰派 如果像博尔顿这种是鹰派中的鹰派 就我们都以为是好人 是保守主义的 都是爱美国的 所以现在我真的觉得 最近我在上那个陈左仁牧师 他来新加坡给我们上政治神学课程 哇真的是精彩的不得了 所以很多名字满天飞在脑袋里面 但是呢就是说看东西 真的是要看得更加的深入 不能够一刀切 不能够脸谱化 这个就是好人 他提出那个就是对的 那个就是错的 其实真的是要更加深度的去看 现在看这种所谓的鹰派 保守主义 又有新保守主义 他们这样子去强推民主 以前看来以为都是好的 但是你看导致伊拉克战争 又导致了更多更多的 很多的恶果 OK 那我想问你 那个福山 他和这种新保守主义者 他们那个时候所坚持的民主体制 可不可以说 起码来说他们动机还是好的 而且他们在概念上 还是相信美式民主 所以他们依然还是对于美国所推行的 这个自由民主呢 打从心里面 还是欣赏的 所以呢 本着这个好的动机 加上他们对于美国宪政领主的理解 他们真的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影响这个世界 只不过说手法错了 不应该撒谎 也不应该去强推 而带来战争 不完全是这样 首先一个呀 他们自己概念就错了 他福山所推的 新保守主义所推的自由民主体制本身 他说的话说得很漂亮 都是美式民主 和美国传统的这个共和民主制啊 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他有一点是就把他露馅了 他信奉波普尔的开放社会 波普尔开放社会 我们在前段时间讲过 对不对 也有在节目里面讲过 也有在节目里面讲过 那他强调波普尔社会 波普尔的开放社会 他强调是法律 道德和信仰的一个全面开放 这是说开放社会 他相对于封闭社会 他指的封闭社会 直接就是把封闭社会 看成特别反动 特别陈就 必须打破的 就是欧洲的传统社会 一个道德体系 一个法律体系 一个信仰体系 他认为这是封闭社会 所以说呢 他强调说波普尔的这个 道德主义 他讲的就是叫做 Moral Universalism 就是这个道德普世主义 或者叫普世道德主义 他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完全是左派的 你像上次我们讲波普尔的时候呢 主要讲索罗斯 索罗斯借用波普尔的 这个开放社会的概念 那么我当时就是说 这个波普尔 他就是个左派 但是很多人认为呢 后来有人跟我是争辩 说波普尔本身是好的 索罗斯是篡改的 他盖 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讲这个普世 道德主义就没有好的 但是公知们都喜欢他 这是肯定的啊 所以你知道 他你只要你加上波普尔的 这个开放社会了 他就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不必需要那些 美国英国保守主义 还有那么麻烦你 还有一个居然有一个叫做基督教的 一个信仰作为基础 哪有这么回事 对不对 你放到土里可以长这张苗 对不对 我给他弄一个什么低贯技术 给他放到水里可以长 哎 他这样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自由民主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但是你知道 如果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那也就是你的底层逻辑就是说 在民主制度下投票的人 起码来说主流他一定是公义的 那么你这个就是相信人是公义的 这就是性善论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这种 只要是你认为民主 它是一种有普世性 你实际就是一个建立一个 在人们主义之上的 性善论的一种乌托邦 哦 又是建立乌托邦 所以那么就是 如果他们相信人性本善 而且要在人间建立乌托邦 只不过是以民主体制的名义 来建立的话 其实说穿了就是左派 不过左派披上了保守主义的外衣 而且还要去强推 如果真正的英美保守主义 他们其实是谦卑的 他们也不可能我认为好的东西 我就强加于你 一定要你要 那个又是左派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底层逻辑 他们真正的理念的根源 还有他们的做法 更加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 所以像福山 你刚才说 他也是似乎也是保守主义的 而且他要推的东西 好像都是保守主义的 其实就是新保守主义 也是制度论者 所以跟真正的保守主义 其实是两码事吧 完全两码事 对 完全两码事 风亡也不相及 所以 但是你知道 他本质上 你刚才有一个事情 说的非常重要 他本质上不是保守主义 他是制度论者 保守主义是不接受制度论的 因为保守主义 他是看清了人的败坏 但是现在很多 很多华人保守主义者 都是制度论者啊 他自己声称 但是你看川普这边大选 就是说美景白宫 怎么样 他们就变了 所以你知道 不靠谱了 这种制度论者 但是制度论者确实有欺骗性 为什么 你看 有些 比如说 假如我是一个华人公知 甭说我是在美国 在中国 哎呀 我的日思梦想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啊 有人说 回到中国的帝王社会 传统社会 像法兰公告诉我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太落后了啊 反清复明不行啊 你说打造一个建立善天之城 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这么一个英美保守主义社会 那太遥远了 不可能的事情 哎 福尚告你了 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我告诉你们 在你们这个传统社会上面 你就直接可以建立民主自由体制 哇 你想这帮人跟打鸡血似的 太棒了 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啊 对不对啊 这个 马上你像什么贺卫芳啊 许章润啊 那都是被大家景仰的不得了的这些公知们 哎 都觉得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下 传统文化下 也能够建立这种自由民主体制 所以呢 这才是这个福山 就我说第一点 他的概念就不对 他加上这个波普尔的 他自己都承认 他说我这个自由民主体制更像欧盟的这种形式 而不是说美国的 自己都承认 那另外我给你讲 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就你说的 他你你 即使你是真的保守主义 你不能强推 你强推你就不是了 可以这么说 那因为你知道美国 哪怕他他是真正是美国 就是从最初国父们建立的共和宪政体系 他也不是什么普世政体 不是每个什么时候都适用的 对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 就是像亚当斯不是说过吗 我们也经常quote的 就是我们的宪法 仅仅是给有道德有信仰的人而预备的 对除此以外任何的政府都不适用 他们好像完全把这个国父们的这种说法都忘记了 所以我说他们现在所结出来的这种新保守主义是出于骄傲啊 对对 他们应该是觉得自己比亚当斯这些人更厉害吧 对亚当斯呢 亚当斯其实这句话 他就说他说了一个美国这种宪政体制或者美国宪法能够得到真正落实的前提 与适用性 你就是说什么呢 你必须是有道德 有信仰 这两个他是用的and 这两个就是两个都要 那你是有些人生成他有信仰 他不见得他就有道德 对吧 那有道德的你的信仰基础在哪里 所以他两个都是要的 所以呢 这个是亚当 约翰亚当斯啊 说的话 弗兰克林说的更直了当 对吧 这个我们也强利用的吧 他当时立宪会议出来以后 一位妇人问他 说一位女性啊 女士问他说 你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 什么样的制度啊 他说 It's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对吧 哦 那意思就是说 If you can keep it 就是如果你有能力守住他的话 对对对对 那意思也可能也就是说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Maybe one day you cannot keep it 那如果你的那个后代到后来堕落的话 你没有了道德 没有了信仰 那就 cannot keep it了 对 所以说啊 这个弗兰克林这句话 道出了他的担心 他这个担心 别说你说 咱们现在还天天讲 伊拉克适不适合呀 中国适不适合呀 这个弗兰克林担心的是 美国有一天那些不适合 对啊 所以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里边有一些 有一些 比如说人他骂中国小粉红 骂中国骂体制 一说到美国就怎么怎么好 美国 其实 嗯 怎么怎么样 对 你就 就忘记了 这个两百四十多年以前 这弗兰克林就担心美国变了 而且美国现在的确是变了 对不对 所以 但是这里边这还不算 我跟你说 更加可能让中国的一些公知们气愤呢 也是最深刻的 我认为说 就国父叫James Madison 麦迪逊 他说了一句话 更要命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宪法要求人们有充沛的道德 来保证有自治的能力 就是 sufficient virtue for self-government 他说 他建议说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 没有这种道德力量 品德 充沛的品德 sufficient virtue 如果没有这种sufficient virtue 怎么呢 那你这个社会就需要一个 又一个高压专制 不断出现高压专制 来控制人民 这样才能维持住 才能避免他们 人们相互吞噬 你听他这话说的 就说 你这个能落实美国宪政的 你必须这个群体 都有sufficient virtue 必须有充沛的品德 那么你看咱们看看中国 我觉得这些公职们认为 中国人绝对适合民主宪政的 按照麦迪逊的说法 对不对 像中国人咱们一直都说什么呢 说这个是什么 道德沦丧啊 物欲横流啊 人欲横流啊 对不对 这个过石头过 猫论啊 不管黑猫白猫啊 摸石头过河啊 等等 所以如果我这么大街上喊 哪怕在王府警 那喊去 说中国人呢 现在缺乏道德啊 你说有没有人不同意啊 大家都会同意吗 对不对啊 那么如果这么说 那就是说 如果按照麦迪逊的话 就说显然中国人是 缺乏充沛的德行 对不对 那如果中国人缺乏充沛的德行 是中国人动工动力靠政府 也是他没有独立人格 根本就没有自治能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按麦迪逊说 就配得一个个的高压专制 就中国只配高压 只配暴君 你要想民主 没门 哈哈 这个张水音非常有辱华的嫌疑 不过其实说穿了 不是你辱华 而是麦迪逊辱华 真的是麦迪逊辱华 对呀 真的是辱得太厉害了 哎呀 你让那些公知们 这个玻璃心怎么放呢 那么而且你看呢 按照国父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 哎呀 就不要去说中国 咱们就不辱华了 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吧 那现在的美国人 尤其是现在 你去美国大学里面 看看美国的一些的年轻人 吃得胖的不得了 然后每天在想 我的兴趣向是什么 我的pronoun是什么 哦这样的美国人 他们还配不配一套 这么优越的宪法政体呢 那所以在美国 其实这个陈左仁牧师 最近给我们上的这个课 也是给我很多很多的思考 这个所以像 他是说这个国家 就像一头野兽 或者一个动物 它是有它的生命力 而且有它的生命周期的 这个动物也有可能会生癌症 也有可能会弱 它有它的最健康鼎盛的时期 但是它也可能会异变 它会有癌症 它甚至会死亡 所以这个世上真的没有东西 它是有了一套体制以后 就once for all 完全就不会改变 因为人是会变的 一代一代的美国人 我想麦迪士尼那个时候 我想他怎么样给他吃药 来增加他的脑洞 来给他增加他的想象力 他都不会想象到 他们的子孙后代 会有一天在想 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人可以怀孕 男人可以喂奶 哇 这些美国国父们 真的是要晕倒了 所以现在美国小到法律秩序 大到这个共和宪政 让这些男女都不分的 吃肥臃肿的人 还有头发染成蓝色 这里戴五个耳环 这边戴两个耳环 又纹身刺青这样的人 怎么样去维系一个 这么优良的一个宪法政体 还想要去解放全人类 还有那么多 又要讲到中国公之门了 来敬仰美国 依靠美国 指望着美国去灭共 去中国建立民主体制 给中国人带来民主自由的好生活 哎呦醒醒吧 在那个美国 芝加哥和洛杉矶先欠吧 所以说啊 无论是理论上 你认为美国这个政体 这个自由民主 是放之四海而接准的 还是你用枪炮开路 去解放什么伊拉克 解放阿富汗 解放乌克兰 对吧 都不是什么真正的 保守主义的美国价值 而是地级道道的 要解放全人类的 21世纪共产主义 新保守主义 它的左派特征 你在这里 就刚才你想了很清楚 就招然若接了可以说 对 新保守主义 就是说 他们 他们接受的 原来是开放社会理念 是不是 就是 这个开放社会 那就是 把道德 从他的信仰根基里面 给拔出来 没错 没错 你不需要信仰 你任何信仰 大家都可以出的好的道德 对了 所以他刚才说的那种什么 Moral Universalism 对 那等于就是没有Moral 因为如果道德是没有标准的 那什么都可以很道德 那就等于没有道德嘛 就不就今天嘛 对 那个既然还能够 还能够说是新保守主义 就是你把保守主义前面 所以任何东西 前面加一个什么东西 那就等于是反其道而行的 对 而且你把道德从信仰的这个土壤里面 可以拔出来 那么这个根就死掉了 你的根死掉了 你的道德沦上了 那还凭什么可以觉得自己比中国更好呢 那你的道德枯死的结果 你看看现在的美国 整个社会价值就是一个大的撕裂 你在节目里面也说过 现在美国的价值观的撕裂 远远超过南北战争 内战时候的价值撕裂 而现在的这个人欲横流 我可以说甚至它的变态程度 真的是超过中国 不是说中国好还是不好 问题是人家的想象力 没有你们那么强 可以去动 让三岁开始教导孩子性别混乱 你可能不是男生 而且还用这个医疗就是给他吃药 甚至动手术 来改变他的性别 他的发育 这种东西人家中国还真的没想到 也没有这样子的那个财力 可以去动变性手术 而且人跟人之间这种互相的斗争 你知道这个1月6号 有儿女去告发父母亲 然后那个父亲要坐牢 不知道要被判多少年 就是那个儿子去告发 去举报这个父亲的 家人之间都已经这样子互相斗争了 而且已经到达了你死我活的这种程度了 那美国不就是在往这种最疯狂的方向走吗 甚至都在大城市里面都已经陷入疯了 所以你在现在想想这样的自由民主 这不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翻版吗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持续性的 自所谓的口上讲自由平等博爱 其实是没有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 为什么这样就刚才你说的 当它道德的根基脱离了信仰以后 道德必然会枯死 就是你缺乏信仰的道德必然导致堕落 就圣经讲了圣经真言就讲 这个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指的就是这个 对 而且这个放肆除了放肆作恶以外 另外一群人他们的道德是比较好 他们不去作恶 但是他们的放肆就是骄傲 所以这个新保守主义 比如说像布什家族 他们我记得老布什去世的时候 哇中国那个微信上面 很多文章都在夸老布什的婚姻 是多么的美满 他的道德是多么的高尚 哎呀凡是微信在那里大夸特夸的 建议大家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然后再plus一千 就是问号plus一千打一千个问号 那不是说他可能确实还是去教堂 表面还是有一个正人君子的生活 但是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呢 他们所以他们不是左派啊 但是他们骄傲嘛 所以他们呢就是要以自己的这种民主 自己看为很厉害的民主呢 要去建其他地方全世界建乌托邦 一样要去建一个大同世界 而且他们的手段 就是跟共产主义手段一样啊 因为要去强推嘛 而且用谎言 用宣传 用枪杆子 那不就是共产主义吗 所以结果那不就是跟共产主义一样的败坏吗 所以不是有一句话 If it walks like a duck Swims like a duck Looks like a duck Smells like a duck It is a duck 所以你的理念也像共产主义 你的行为方式也像共产主义 那你不就是共产主义吗 虽然披着一个保守主义的外衣 所以呢 现在来看这个新保守主义 我们真的要扒他们的皮 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要除掉新保守主义 才能够回归到真正的保守主义 那我记得你也介绍过 陈牧师也提过这个亨廷顿 他的书就是写到那个 他写的就是文明的冲突 所以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就认为美式的民主 不应该去推向全世界 他认为这个后冷战时代 就是各回各家了 这个世界就会有不同的文化区域 比如说有儒家的在中国 那么有基督教世界 还有穆斯林世界 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信仰来生活 不要强推 那么未来的战争呢 就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 而会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所以他似乎又更 看得更深一点 你会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吗 不认同 其实I'm glad you mentioned Samuel Huntington 他呢实际上你要是 现在我要反思美国冷战以后 造的孽 他逃不掉 这个我跟你说 很多人身为保守主义 会跟我产生冲突 对我这观念可能批评 但是我会给我来 容我来详解这个问题 首先他认为 未来的战争将是在不同的文化间 而不是在不同的国家间 这个本身就是荒谬的 预测现在彻底失败 对不对 你想想俄乌战争 俄罗斯乌克兰 对不对 都是东斯拉夫人 两个国家讲的语言也非常接近 甚至说乌克兰很多人几乎讲的就是俄语 母语就是俄语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这个都信东正教 对吧 所以呢 以前还曾经是一个国家 你说这个要说同一文化 有哪个比他们更不 更 更同一文化 对不对 但是结果打的最热的就是他们吧 对不对 你再看中国和台湾 对不对 那也是一样的 同一文化 不用那么讲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看乌克兰 俄乌战争和这个中台对峙 现在什么情况 一个战争白热化 一个导弹叙事待发 对不对 对啊 美国沙特 这个文化差别很大 从来没发生过战争 所以他讲的就不对 但是 他会 不合适时 对 但是你知道 我们要 关心的 我们都是在进行深入分析 对吧 不是说他对还是不对 不是 哎呦 我可蒙对了 我这次怎么样 不是 咱们再看他为什么 他预测错了 为什么预测错了 这跟美国 导致美国到今天 本质是一样的 你知道 那个福山的这个新保守主义 代表了美国的狂傲 就是说人类的罪性 在那个冷战胜利以后 它的狂傲 而这个 亨廷顿的这个文化 这个叫什么 这个文化 张力 文化 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美国 这个 叫做 冷战以后的一种 放松 一种懈怠 一种 没有任何警觉 他们觉得什么呢 共产主义 It's over Companism is over They are not coming back 你知道吧 所以 为什么大家那么吹捧 你看 当时是什么 很多人在 支持新包主义 同时呢 也支持 亨廷顿很多右派 为什么呢 他觉得呢 那就激起他的爱国情怀 那我是美国人 对吧 我是 我是这个 我是基督徒 我坚持我的文化 我时刻准备 与我文化 不同的人作战 对吧 那 但实际上 共产主义消失了吗 他远离了吗 没有 对不对 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 冷战随后 美国大力推进 中国基因参加的 一个词 叫全球化 对不对 这个全球化 特别是当美国 新包主义武力推 强推民主 失败以后 全球化就受到了 左右两边吹捧 对吧 那么 这种全球化呢 他倡导一种什么 就是他倡导一种全球 比如说像那个 那个 Thomas Friedman 写的那本书 叫地球是平的 The Earth is flat 他就讲的 就是地球就是个地球村 地球大家都没有障碍沟通 地球就是 大家都是邻居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导致了 这种大家 各个文化区不再封闭 不像以前 以前的文化区 佛教区 这个什么儒教区 那当然不一样 这时候 大家就不再封闭了 那么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攀比 互相求谁比谁更先进 谁比谁更赶时髦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 促成这种 这种全球化融合的 你美国是以谁为首 克林顿吗 对不对 左派 左派他们占据着什么 科技 占据着传媒 占据着教育 所以呢 更重要是他们占据 他们不是占据 他们还拥抱共产主义思想 他就利用这种传媒 这种教育 这种娱乐 对吧 他把民主打扮成新偶像 但是他民主下边的东西 全是共产主义烂东西 所以你看 他就开始注重形势 比如说 他根本无视 南非实行的民主 结果导致整个国家的灾难 他不去看去 民主就是好 对不对 西班牙 从1939年内战胜利 有弗朗哥实行了几十年的专制 让西班牙繁荣富强 专制造成了成就 他不去看去 对对 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好 就跟现在说 这个俄罗斯基督 你甭跟我讲这道理 侵略就是不对 对对对 俄罗斯就是专制 有不对 对不对 而且俄罗斯就是代表专制 乌克兰就是代表民主 我不管乌克兰有多么的腐败 我不管它里面什么同性恋 有索罗斯的资金 我不管 反正它就是民主 就要支持 俄罗斯 我不管他们反对LGBTQ 我不管他们回归传统 反对共产党 专制就是不对 贴上标签以后 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对的 这种我们已经讨论很多 这些类似这种 拜偶像 但是它本质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冷战以后啊 世界并没有按照 各自的传统文化来生活 而是都在积极向往什么呢 新的秩序 新的经济 新的政府 都向往这个东西 所以 但是这些东西本质是什么 我们讨论很多了 就是像索罗斯提倡的 那个 世界新秩序 对不对 所以 实际你往后看 共产主义中 当然是最大的威胁 对呀 我们有一次 我们有一次 我们也 节目里面就说 有一个 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梦 但是也从来没有 从人类的思想中 消失过的梦 就是一个 大叠塔之梦 也就是现在 正在推行的 世界新秩序 其实说穿了 它也就是共产主义 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的 这一个梦想 都是同一码事 所以说来说去 左派它就是最大的威胁 共产主义的这个幽灵 飘来飘去 永远不会消失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亨廷顿 他的失察的地方 他就是以为共产主义 从此就消失了 其实它是一个 永不消失的幽灵 所以美国 所以你就说美国 也是受了它的影响 在这方面就视察 就是也是视察了 是吗 没错啊 因为你想一想 左派为什么这么猖獗 美国失去了20年呢 我们经常讲 日本经济失去了20年 说日本经济 由于一系列失误 导致经济停止 不前20年 实际美国失去这20年 从2000年到2020年 或者说是从1996年 就是克林顿当时推 推新的全球化 中国加入WTO整个这个过程 96年开始吧 就是这边推那个高科技 到2016年川普上台之前 美国失去的20年 这20年左派忙着什么 就左派忙着这个全球化 右派忙着什么 新毛主主义 所以呢 当然右派也忙全球化 所以这个就造成一个什么呢 美国叫康廷顿 他代表一批美国人 他觉得美国要警惕的是 非我族类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外来的敌人 就包括像蓬佩奥到今天 还觉得中国外来敌人 是首要敌人 其实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干部们 都已经进入你们的 在你们美国政府各地担任要职了 你还打算冲着他老挝说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知道 这种拜偶像的愚蠢就在这里 当然了 全球化呢 就是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全球化和新保守主义 我先讲这个 我待会儿再讲了 全球化呢 与这个左派的关系 新保守主义右派推的嘛 全球化给右派 其实带了一个什么希望 最后来说 哎 这个东西好啊 我新保守主义 我可以用武力 比如对伊拉克推行 但是我不可能 对所有国家 都用武力推行民主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软硬兼施啊 对不对 我可以通过推行发展经济 来推行民主啊 对不对 所以就因为这个理论 理念 所以他们跟中国这边 开始做生意 跟中国当时就想的很好 对不对 他当时有个说话 我记得他们说 哪里开了麦当劳 哪里就没有战争 对中国说的更简单 我当时跟我一个朋友在争辩 他有一个叫什么 中产阶级收入线 就你的当时那个时候 说人均六千美元 大年收入六千美元 你达到这个线 那么整个国家的国民 就开始要民主 要人权 对对对 你的专制社会 你听了 这些话都是痴人说梦 中国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美国也是这么认为 大家都 对 真的是痴人说梦 那我们现在来看 中国什么 一批人富起来了 有没有富起来 越富越民主 没有啊 而且简直是大倒退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每天都在被 这个鼻孔被强奸 每天都要擦鼻孔 对啊 真的是还谈什么民主啊 而且呢 美国没有让中国变得更民主 反而中国反过来 来吞掉了美国的民主 对啊 美国更像中国了 现在很多美国保守派的 这个政治评论员都在说 哎 怎么回事 我们美国变得像中国 中国一点都没有变得像美国 所以真的是 你知道吗 好 你知道 你就想象哈 这个国家当权的 比如说像这个 咱们说国务卿 你看 就像蓬佩奥或者布林肯 咱们拿这两个人来说事 这个布林肯呢 就属于那种 这种腐败的 咱们民主党 基本上就是说 敌人已经攻到城下 兵临城下了 他缩到城墙下边 不敢上去跟对打去 对吧 这是民主党的这个政客 蓬佩奥呢 是什么情况呢 站在城楼 对着下边 一场勇敢 我们要跟你作战 人家已经从城的后边 破门而入 把后边他全占了 他在前面 打呀打呀 你不打你这么大点 你不是东西 太形象了 就是这美国左右 就是蠢的这种程度 所以新毛主主义 和全球化的结果是什么呢 后来新毛主主义失败以后啊 全球化对右派来讲 就是右派精英 利用全球化做生意的工具了 他也就没有什么志向了 所以右派的精英变得非常的腐败 就在这里 而这个很多人就跟国际化全球主义就连在一起了 而底层的右派是属于受全球化伤害最严重的 或者底层很多不是右派 甚至底层普通民众 比如说那些工厂 对 所以底层的右派 对对对 蓝领人士 农场主 还有小生意 小商人这些 对 那么所以说呢 新毛主义失败以后啊 底层的右派呢 就敌视全球化 而上层的右派呢 还是要坚持全球化 会捞取物质利益 那这种情况就造成了美国保守派 至少保守派之间的上下的分裂和对峙 是是是看得出 所以那么多保守派在对付川普啊 对 这个是保守派内部的问题 那么 但是 那左派的克林顿啊 奥巴马这些 他们也都是支持全球化的 是吗 所以在全球化这个议题上面 左右的精英就达成一致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美国已经不是左右之争 而是上下之争了 因为上层的右派精英 都是跟左派是站在一起的 从他们如何对付川普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对 如果你看得再细一点 左派的精英和右派精英还不一样 左派精英他做了几件 跟右派不一样的事 在什么国际贸业 国际经济 国际投资啊 这些方面 左派肯定也获利 而且他获利占大头 对吧 他多过右派啊 那么 但是 左派的最大获利点 还真的不是国际贸易 真的不是国际贸易啊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什么 我跟你说啊 嗯 是对全球的控制能力 现在左派已经 你没发现吗 左派已经成功的讲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升级到大重制了 The Great Reset 升级到The New World Order 就实际这两个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 我跟你讲 全球化 如果你仅从经贸投资上来讲 它带来的是什么 金钱 但是 世界新秩序和大重制 带来的是权利 是权利 所以 左派是什么 他利用 自己的一些议题 非常富有道德感的议题 环境啊 贫困啊 健保 医疗问题啊 战争问题啊 社会伦理啊 等等各方面东西啊 性解放等等这些东西 他利用这种 充分打着道德标签的这些议题 怎么办呢 他就从理论上 直接升级了全球化 就是说 现在他做的 他不再叫全球化了 全球化太狭隘了 他做的是什么 是高大上 富有道德的这些议题 而这个议题下 举个例子 美国通过七千亿美元 这个预算 这个投资案 那么他里面 这些钱给哪里 新能源啊 对不对 环境问题啊 健保都给这些东西 所以呢 他不仅跟过去一样拿钱 而且拿更多钱 拿大钱 而且他也打成一个 非常道德的 高大上的名义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什么呢 全球统一行动 对吧 你不能中国你干你的 美国你干你的 美国只是他各国 所有诸国之一 大家把钱都给我 把权力都给我 我这样就打造一个 全国 全世界统一的权力系统 真正是英格纳兴奈尔 21世纪共产主义 这比国际贸易 比国际投资 他世界不知道 大多少倍啊 对不对 对对对 而那个是在 左派的手中 对对对 所以说右派 即使是新保守主义的 右派 他也只是在 左派的 这个大的 Umbrella底下来 在贸易中获利 人家吃饺子 他喝汤 我跟你说 你就像林丝圈 你为什么 他特别 他为什么那么可恨 可恨又可怜呢 就这帮右派 包括彭斯 对吧 当他背叛了右派 真正保守主义 他左派 人家不把你 都不会把你当狗的 不要说把你当人了 你知道 你只是吃左派 掉下桌子的 那个面包渣 他们现在就吃的 哇 就吃的赞不绝口 而且不肯放了 而谁来想 我的面包渣 我就要跟你没完 所以川普 川普动到的是 左派的cheese 乃洛 但是他动到了 保守主义的 面包渣 而且掉在地上 沾满灰尘的面包渣 结果保守主义 就帮左派 来狂咬川普 因为你动到了 我们的面包渣 就不行 对呀 你说的对 因为为什么 他们能够控制权力 而右派 只能够吃到面包渣 因为你看 硅谷也在左派手中 所有的媒体 能够发声 能够做宣传的渠道 都在左派手中 好莱坞 教育体系 现在尤其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整个政治体系 Administrations 全部都在左派的手中 所以他们真的是 掌握了 全部的权力 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子 对 他们掌握了全部的权力 而且他用这个权力 来进一步 consulted的权力 再进一步揽权 因为你比如说 环境议题 环境议题他声称了 这可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这是全球的问题 左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讲了 右派 他因为全球化 一个是利益的既得者 一个是利益的失去者 那这个就是一个上层 一个下层 上下分裂 左派可不是这样 左派上下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的这些 环境议题 健保议题 所有的这些什么 种族议题 都是高大上 富有道德的标签 所以他用道德的教化 以德治国求善 他来教育他下半人 把这些左派人 教育成是他们的红卫兵 所以他们 右派是上下分裂 左派是上下同意 所以你知道 现在我们 因此呢 你知道 哎呀 说到这儿 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 我跟大家讲 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就是什么呢 现在左派是上下同心 左派在上 就是左右同心 左右利益一致 对不对 左右一致 那这个国家的性质在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右派的下层 又要忍受 左派下层 无知无耻的谩骂攻击 那又要忍受 左派上层 对你打压言论自由 对你打 甚至给你牢狱之灾 我们又要忍受 右派上层 又拿你的钱 又希望你支持他 他又拿了钱 不干事 他又跟左派沆瀣一气 所以你知道吗 其中的代表就是川普 所以川普所受的这些打压攻击 就是一个代表 让我们看得到 这个真正的右派 现在处于怎么样的光景当中 但是不要忘记 我觉得他很喜乐 因为我们背后有上帝 真的 所以我从这点讲 我就是说 川普是神选之人 他是上帝选的 否则他不可能 这么硬实的到这里来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2016年 这四年 他展示了一个总统 在受到压力 受到不公对待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第二他把地毯揭开了 看到现在的这些总统也好 这些政客也好 这些官僚也好 他们是多么的肮脏 第三他也暴露了说 如果有人不想让他当总统 会怎么去做 对不对 所以你总结 接下来看我们现在的好事情 令人激动 令人鼓舞的是什么 是右派已经摒弃了新保守主义 回归到传统的保守主义 我们现在准备重新起 对吧 终于看清楚了 老实说 左派要看清楚左派还比较容易 其实很多人以前连左派都看不清楚 因为他们的高大上的口号 像你以前也是左派 我以前是糊里糊涂 那么也觉得是左派是比较好的好人 OK 等到我们终于看清楚左派了 后来来到今年或者去年这一两年里面 终于就把新保守派的面目也看清楚了 那么一个包袱甩掉 再继续甩掉包袱 那么就更加可以义无反顾的往前走 我自己觉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什么都不懂 完全不关心政治 那么到开始觉得 哦 左派是好人 到后来慢慢慢慢觉得 不对 有左右之分 右派还是比较好 到后来觉得 哇 原来右派里面也有这么多坏蛋 后来才看清楚 什么叫新保守主义 到一步一步 更加看清楚方向 要支持的是什么 要持守的是什么 要继续往哪一个方向去往前走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所以你一直说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过程 那陈佐仁牧师也是说 这个动物有周期性 而且不要这么一刀切 不要看东西看那么简单 不要整天停留在幼稚园 真的是说得很对啊 那所以呢 我以前是不能够理解 我现在可以理解那个老切尼 Dick Cheney 他提到川普的时候 他是咬牙切齿的这么说 而且他说川普是美国246年以来 对美国最大威胁的人 我现在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他是真心的 因为他是对美国造成威胁的人的最大的威胁 你这话真的很让手 但是你可以理解吧 你看左派对美国是最大的威胁 其实新保守派也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 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卫君子 像彭斯这种人 他们也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那横空出世杀出了一个川普 那川普就成为这些人的最大的威胁 所以真的是要为美国 为川普而感谢上帝 也要为美国还有这样的真正的保守者 保守主义者而感谢上帝 对啊 你看现在右派回归是好事 说明我们右派的方向是对了 调二十年的方向才调过来 但是我们要启航啊 面临挑战相当巨大的 美国这个决定是非常时刻 真的是非常时刻 你想想 左派把右派的民众当成敌人 把右派民众代表川普当成敌人 右派精英们 右派建政派们 右派新毛主义们 也是把我们这些人当敌人 而且是更危险的敌人 对他们来说 对不对 嗯对 但是上帝就是知道在非常时刻 他就派非常不同寻常的领导者 川普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规的 一个政治领导者 所以我们不把他当作是政客 他是一场 我们上次说 他是一场革命运动的一个领导者 对 对 这个你知道 这个支持川普啊 绝对不是什么个人崇拜 对 而是现在这个非常时刻 我们就是运动都需要领导者 是 我们不崇拜他 我们崇拜上帝 我们敬拜上帝 我们跪拜上帝 但是 我们也必须得珍惜上帝给我们赐下的礼物 川普 你看 左派哪怕恨他 你也得承认 川普肯定是不同寻常 他在非常时刻 他是非常领导者 他是无法替代的 所以我们支持他呢 真的是一点错也没有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 你不是有一个口号 我们来以这个口号来作为我们节目的结束吧 好 今天我先说 防左反共除Ryno 求真靠主真自由 感谢主 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看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了 对对对 好的 那我们希望星期一能够寻经问道 就能正常的频道能回来 我们继续直播 如果说回不来的话 我们还是要用这两个频道来做播放 另外刚才有朋友问问我说 这个Rumble现在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Rumble他现在我们还不方便做直播 所以说呢 Rumble上面我们只是说 把我们的直播做完以后 会把我们的节目上传过去 大家可能还要等一等 美国时间明天早上起来 应该能够看得到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也是90人了 到现在为止 哎 不错了 不错不错 谢谢大家 对对对 好的 那请感谢大家收看 这里是寻经问道 我是张群 我在美国芝加哥 我是雨林 我在新加坡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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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